最後的步驟就是要把它輸出影片 但是呢為什麼這邊要特別提一下 因為我們當初是怎麼樣去做 這個內容的 是我們把 這個地圖 是不是直接丟到下面去產生一個新的合成 但是你的地圖的大小不見得是什麼 一般標準的影片的尺寸 以我這邊來講的話我這張地圖 你看 這一張 這個是2400x1200 不是標準的影片尺寸 所以呢我們自己來開一個新的合成 那我們這邊是用1920x1080 標準的Full HD 把它按這樣OK 那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把你剛剛做的那個 像我這邊做的是這一個 你就把這一個丟進來 把它丟進來這個時候你可以保留一個view就好了沒有關係 那你丟進來之後因為當然比例不對嘛 比例不對所以一定會多多少少有一些裁切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Scale 把它稍微縮放一下 把你原本 非 等 視訊比例的標準尺寸 把它放進來 那你就自己留意一下 看看你做的內容 會不會有稍微 就是被切到 像這樣有被切到的 你可能就要留意一下 就是你把它 不要縮那麼小 讓它有一點空間 有一點空間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你輸出的時候就會變成是標準尺寸 這個是各位可以在製作這個內容的時候稍微留意一下 比較不會說 奇怪你的尺寸 拿到 不管是YouTube也好 或是真正的電視台上去播放的時候 怎麼比例不對 因為當你的比例不對的時候有兩種處理方法 第一個我就幫你直接縮小嘛 對不對 那 你可能就是 非等比例縮放 第二種就是 我這麼大 然後呢 你要等比例我只好幫你把它縮成這麼小 你的上面跟下面 可能就是什麼 留白 就是變成黑色 變成黑色或左右 大部分是上架比較多啦 因為它希望你完整前置出來 所以你用 標準的 影片尺寸會是比較OK的 好